男孩刚转校就被同学嘲讽 你这穿的啥呀 像个代课老师似的 于是他灵机一动 在黑板上随机写个名字 并说自己是代课老师 刚刚还在嘲讽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终停留在一位年轻女孩面前 女孩顿时亲花怒放 你以为她真的只是来交朋友的吗 其实她真正的目的是 利用假支票换取现金 再从女孩那里套取 银行是如何检验真假支票的方法 可谓是一举三得 你敢相信 此时的Frank才只有19岁 接着 她竟拍到一台给支票编码的机器 从之前的利用飞机模型标志 到现在 突改支票底部编码 她的骗数不断优化 升级 与此同时 她还利用飞行员的身份 免费乘坐飞机 但第一次坐飞机的她 显然不知道驾驶舱的小板凳在哪 就在快要露馅时 利用一条假项链 就成功和空姐交上了朋友 但再高的骗数 也终有露馅支持 FBI还是盯上了她 这天 探员收到情报 直冲她的房间 她环顾一圈却没见到人 这时 Frank从卫生间走出 只见她从容不迫地 向探员介绍情况 声称自己是情报局的 你来晚了 骗子已经被我们的人抓走了 探员疑惑地要看她的证件 她却将整个钱包都给了她 就在探员要打开钱包时 她突然叫她看向窗外 楼下正好有两个人 你看 那个老头就是我们要抓的骗子 此时探员已经有些相信了她 Frank还装模作样地 查看了探员的证件 然后就趁机溜了 可正当探员稍稍放松时 她才意识到不对劲 探员立即打开钱包一看 终于大彻大悟 史上最牛的骗子 就这么被她给放走了 从这之后 Frank变得极其自信 甚至把自己打扮成007 有钱有盐 艳遇不断 而且还在酒店遇到了一位 十亿模特 男人明明有1000美元的支票 却拿出一张1400美元的 模特觉得自己大赚特赚 爽快地给男人找了400美元 然而看过一二级的朋友都知道 Frank收入的支票全是假的 他已经在银行骗了400万美元 每天都是泳池派对 美女不断 这天 他来医院里找个人 无意间看上了一位正在IP的护士 护士担心自己就要被解雇 他就让护士帮忙查个资料 护士很轻松地就做到了 于是他夸赞护士的工作能力很强 一定不会被解雇 而且戴着牙套也非常好看 就这样 护士被撩得一愣一愣的 接着他造假学历 成功应聘成医生主管 很快两人就开始交往 甚至约定好结婚 为了让律师岳父认可 他说自己是医生 律师双学位 岳父显然有些不太相信 这样的天才 怎么会娶自己的女儿呢 无奈 Frank只能承认 自己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深爱你女儿的男人 律师岳父显然没有听懂 还以为这是一句非常浪漫的表白 于是 Frank顺利融入了这个家庭 在这里 他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 这一次他不再选择作弊 只用一周就考取了律师证 但就在结婚这天 FBI却找上了门 为了逃走 他告诉了女孩他的全部 他希望女孩两天后 能在机场和他私奔 但女孩还是出卖了他 整个机场都被警察包围 这次他不可能再逃掉了 紧急之下 他利用飞行员的身份 招骗到一群女孩充当空姐 再利用空姐人群掩护 成功从FBI眼前逃脱 飞往了法国 可你以为他很潇洒吗 七个月后 探员在法国的一家废弃工厂 找到了他 他的技术又进步了 已经可以批量印刷支票 可他却独自一人 看起来十分狼狈 在看到探员的瞬间 他显得异常兴奋 因为终于有人能和他说说话了 Frank曾经说过 骗子的生活是孤独的 对于任何人 他都不能说真话 以前 他也只能在深夜打电话给探员 调侃对方抓不到自己 来疗以为继 之后他被引渡美国 判刑入狱 但没过多久 探员发现他对诈骗的理解 无人能及 可以发现很多线索 于是他担保他出狱 成了FBI的安全顾问 自此之后 Frank就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 还多次在全球研讨会上演讲 这就是根据真实人物Frank的自传 改编的电影《猫鼠游戏》 除此之外 Frank现实中的结局 也充满了戏剧性 他被抓的时候 正在一家餐厅吃饭 警察认出了他 但又不是很确定 于是就喊了他的真实名字 结果他下意识的反应 让警察一下就肯定了他 一个最非凡的骗子 却最终被警察的小伎俩给骗了 这不得不令人唏嘘 Frank在出狱后 与现在的妻子相识 并向对方坦白了一切 而妻子的父母是天主教徒 强烈反对两人相处 说他俩一个是骗子 一个是淑女 但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们最后仍然结了婚 生了三个孩子 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了老爸那段不光彩的过去 但长大之后 他们没有一个走上歪道 这可真是传奇人生 完美的结局